这都几点了 老夏怎么还不回来 挖探探 他不在咱吃的才庆祝 多长时间了 就不会走丢了吧 要不这样吧 我去找找 哎呀 夏叔叔不接电话 就是气没消呢 找到了也不能跟你回来 夏叔叔能去哪儿呢 哎 去哪儿去哪儿 不用管他 哎 你不说 他从夏宴房间 走的时候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我没看清楚 就是有根黑绳 下边是个方盘盘 我的员工卡 他拿员工卡干什么 他不会是要去找 大学姐 我跟你一起去 好 我也去 哎 还有我还有我 小蕾 在家等我们消息 哎 我们很快回来啊 那你们有什么事 给我打电话啊 住我洋一切 你是不是最近 又做什么缺的事了 向南逮主 劈头盖脸一顿筹骂 说什么我跟你 夯瀉一气 你干什么啊 我还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那是在拯救一个姑娘 拯救 好啊 说具体点 人物时间地点 事情发生得经过 对不对 你得给我交代清楚了 我这罪子才没白走 上次咱们俩在酒吧 见到过一个 对我爱理不理的销售主管 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女的叫 郝杰 她介绍的吗 对 其实在北京 我见过她们几次了 这比我们俩看到的 露骨多了 很明显她们就是情人关系 她们俩是情人关系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人叫林皓 她是夏颜的男朋友 那好像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 是啊 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人家夏颜无意间 帮过我一个忙 但是作为报答 我是不是应该帮人家一回 有道理 所以 你就额外地多调戏了人家戒策 我啊 我那是旁敲侧击地提醒她 可这姑娘对林皓死心塌地的 我只能明知权分手 那你直接告诉人家真相不好吗 非得这么委婉地做好人 她一点哭电 不至于这么难过 可是事实证明 人家自己发现了 问题心中产生了残疑 还破天 然后呢 然后周年轻那天晚上 夏颜喝醉了 我送她回家 她告诉我的地址 就是林皓的住址 林皓她在家却不敢开门 你怎么知道她在家 他们家灯开着啊 好街的车又在楼下 我怀疑好街就在里边 然后呢 然后我就带她去了酒店 其实呢 那天我们俩就是淋了雨 然后我让阿姨帮她把衣服脱了 烘干 你放心吧 那姑娘没有发烧 你帮我把衣服送洗一下 谢谢 这反而就成了他们分手的器器 我这不一直想找机会跟她解释吗 当然她不肯商量 是 怎么样 没事吧 这是谁啊 赫芦 还有幻影 夏颜 喂 医院 小楠 这儿 许哲医呢 我不知道 夏淫妮可算来了 夏淫妮是你爸爸吗 是我爸 他怎么了 刚做C知识 C知识 联系 联系 C知识是你进不去的 到底什么情况 颅压过高 在做C知识 具体情况还得结果出来才能知道 我们发现他晕倒了 马上就骂晕倒了 等会儿 你们 我跟许诚意在办公室打人 你打谁啊你啊 你们是不是人啊 两个大男人打一个老人 我们没打人 我们打的是游戏 骗谁呢 没打人怎么进来的 冷静 问清楚了再说 你说 我也不清楚 可能是听见我跟许诚意聊天了吧 一不小心太激动就 许诚意 许诚意 你过来 马克 你也过来 你跟我爸说什么了 我爸为什么晕倒了 我没跟你爸说过话 你还说谎 马克都说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就不必问我了 我保证你爸听到的都是事实 我不管你跟我爸说什么了 我爸也是说了什么 对不起 我没想到我会这样 这是你爸的身份证和钱包 我刚才我拿去办手续了 你干什么呀 我 我都没在医院那儿 是说会被拘留的 看好他 他们都没手 我 过来 你放开 我 你放开 好 我不走 你跟我讲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 病人现在必须手术 手术了 别着急 听医生怎么说 病人啊 现在处于忽敏的状态 CDI发现 病因是他脑部的一个 动脉血管瘤 似乎短期内有增大 现在随时 会有破裂的风险 必须现在要手术 什么样的手术啊 手术方案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是开颅 还有一种呢 是介入手术 具体要怎么选择 要家属来决定 怎么介入啊 介入手术是一种微创手术 相对于开颅来说 损伤会小很多 那就介入 前面借 刘主任 以您的建议 选哪一个方案比较好 现在的这种情况 我建议可以考虑介入 不过介入需要进口的材料 可能会比开颅要贵很多啊 再过也没关系 既然这样 我们选介入 好 你们只需要在这个账面签字 我们就可以手术了 不过在签字之前 我要把手术的一些风险跟你说清楚 介入虽然是微创 但是血管内腔操作 依然是存在风险的 比如说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 动脉瘤或血管破裂 或者有血栓的形成 都有可能造成病人的一些 神经功能的障碍 神经功能障碍 例如偏瘫 失语 医术 放心 可能性很小 还有不能排除一些并发症 严重的会造成休克 还有老动脉狭窄 引起的血管出血等等 这些都是手术 必须要承担的风险 没有人啊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作为医生 我们会尽力做到最好的 当然 虞 委呃 病人还有其他的家属吗 别别告诉我妈 她有高血压 我怕她也 我能做决定 你说 最好 麻烦你了 尽快白走睡吧 我去医院 送了手术的手术 谢谢 医生 拜托了 放心吧 我害怕 知道了 我以前总觉得我爸身体特别硬朗 怎么突然就 回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上午还在跟他吵架呢 下午他就躺在那里了 我作为他的女儿 天他身体糟糕成那样了 我都不知道 小姨复之前也没有说过 他会疼不疼或是疼命 你没听我妈说过 我跟我爸聊天的次数太少了 别自责 小姨复不爱说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应该多关心她的 刚刚在办公室里 医生说的每一种可能我都接受不了 别乱想了 任余引导了及时送到医院 已经是不幸中的惋惜 而且你一定要放心 王小姨复做手术的主任 是我们医院的权威 有她才没问题的 好吗 夏野 你们原来在这儿我找了好久 结果怎么样 叔叔人呢 已经在手术了 手术 怎么这么严重啊 妈 宝贝 没事啊 现在医疗很发达的 表姐又是医生 叔叔会没事的 我们都在 我们都在 再说了 叔叔吉言自有天相 你 你别怕 老先生 不要紧张 一会儿睡一觉 醒来手术就好了 上班药吧 在哪儿呢 前面 前面 阿姨 慢点 左边 左边 这儿啊 阿姨 这边 这边 夏妍 夏妍 妈 你起来了 夏妍 你把她到底怎么了 小李刚刚给你打电话没接 我就告她们了 你爸 她到底怎么了 我爸脑子里找了个血管瘤 正在手术呢 血管瘤 做手术了 妈 你别着急 医生说的是个胃创手术 没有危险 对 大表姐也说了 真没危险 没事 没事 别着急 楠楠 谢谢向南呢 大表姐急着有个抢救 她先过去了 那你快告诉我 你爸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在哪儿找到的 她怎么会在医院呢 来 知道了 解释解释 她是谁啊 干吗让她解释啊 她 她 是不是她 是不是她害得你爸进了医院啊 妈 我们还没搞清楚呢 什么叫没搞清楚啊 是不是她 是不是你 你是谁啊你 伯母 你好 我叫许诚意 许诚意 你是许诚意